我好像演戲一樣 不過我用一把聲音去演這個故事 一樣 你要怎樣去唱到別人 知道這個故事在說什麼 或者 如果是聆聽朋友說他們的經歷 其實應該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是啊 關心完這張新碟 我開心了 所以有它發了 我昨天已經發了 接著J.I 它感覺上J.I 接著那個I 剛剛好就排ABCD 第九嘛 亦都是象徵第九張大 好好 你知道了 裡面的歌曲 全部都是 每一個都是代表不同的愛 所以我相信剛才你所說的 杜麗莎她教你如何移名一字愛 如何將愛表達出來 是否可以透過這張唱片 感受到你的不同的喘息 有 因為這張唱片 適合很多不同層面的愛 無望我就是可能大了很怕去愛 以前十六歲你愛很容易 但大了你越來越怕 那這個愛又是你怎樣拿捏那個感情 就是又是難 龐貝就是這個對這個世界的 紅素這個愛 就是你要愛身邊的地球 珍惜身邊的東西 那有些就是結婚的愛 有一首歌是結婚的 因為近來身邊很多人結婚 那我就不如弄一首結婚歌 讓別人婚禮的時候可以唱可以用 那這個愛又很甜蜜的 那有些就是第三者的愛 這個愛是最難的 因為我自己很幸運地沒有試過 所以但是我身邊的朋友 就很多都在經歷著 那我聽他們講過少許 剛才你說 我心很痛 就是我身邊很好的朋友 他們都不想 那我就特地為了他寫了一首 就是做了一首第三者的歌 那唱的時候我也忍不住 哭了 那首歌名是 人生不枉錯過 人生不枉錯過 大家真的要看一看 極力推薦的 好了 休息一會 稍後大家會期待 關心燕沒理由沒有放生 請讓你們聽聽關心燕的放生 而他也會繼續在九百秋天講 談不談 很棒 你想聽放生就馬上播放生給你聽 是吧 陸幫主 我答應過你 我會幫你跟關心燕說這番話 不是我自己講就行了 你真的要自己講 好 你自己講 你自己講 記得的時候不要得罪不去分班主 今天有紀錄檔 是有SELCOM系統為你呈現 在WinFight部電 SMS和MMS 給你全家人 今天就簽購SELCOM系統 OnePlus5回到 就是這樣 昨天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關心燕來到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他說 關心燕 別說我不警告 我特地去檳城 明天堡通City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爆炸 惡死的人 OK 現在才能自己探討 沒有這麼憤怒 沒有這麼憤怒 不要說我不跟你講 我特地那天 做完這段 我開了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去看音樂唱放生 你就不要幫我唱放生 無端對支咪給人家 自己不唱 全場大俠不唱 然後你們 誰用我帶你 不要扯著我 我衝上台 叫他再唱歌 我去唱歌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我看過那些歌手演唱 因為一定會有一首歌 令你對那首歌 那個歌手 就是不適守 不離不棄 那時候我們看演唱會 我就是想他唱這首歌 然後他慢慢地 支持感動 如果不是 有很多歌手名曲的時候 就是 對支咪 大家唱完 他不是唱前兩句 只是說 在下面 臉都黑了 對於歌手來說 其實很享受 因為覺得這首歌 大家都懂得唱 大家都喜歡 其實你自己都會很開心 對嗎 都會的 沒有辦法 是很自然的反應 歌手是忍不住的 對 那你唱兩次 好 一次跟粉絲入場 一次就自己唱完 好 這是很自由的 因為他做主持 真的 非常自由的 你喜歡唱完就行 好害怕的 通常我過程中 我做主持 因為他多說一個歌手 我已經決定不說話了 真的 你懂得玩 你剩一張同音的CD 就是守火謀的CD 給你關心面 那你自己的張呢 OK 最近真的有大促銷嗎 是 8月29日 我給你聽一點 喂 雖然鬼子適合 這個呢 是肉酸版 是正經版 你很卑鄙 你小心啊 明天你可以叫他唱 對 唱這樣就行了 好厲害 你人真的很節涼 這樣都說好厲害 等等 剛才那個呢 是我們鬼節做鬼歌 完全是肉酸版 其實我也尊重原創的 所以我盡量把它弄到 好像原版 這樣 這樣啊 我真的太可愛 好 紅都綿了 這幾天馬不停看 龜生綿 帶著他專輯 J.I. J.I. 馬來西亞和大家 見不見面會 見面會 當然呢 重頭就是聽曼 由KK阿SEN主持 還有很多馬來西亞新力軍 再加上J.I.的師妹 謝文雅 都會在賓城Auto City 和大家唱歌 見面 慶祝到數 我們馬來西亞五十一歲的生日 這樣 呼籲一下大家去 希望多一些馬來西亞的歌迷 因為其實第一次 這麼近距離 可以見到你們 還有可以唱這麼多首歌 所以都很久沒有見他們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買我的專輯 和很想聽我現場的表演 記得過來找我 好 一定會的 明晚我們預備了放生和龐貝奧一世紀的心情 然後還會有很多驚喜 因為我對馬來西亞人 一叫N哥你一定要叫N哥 對嗎 好 不准對咪 好哥謝謝 謝謝關心業